没有一个女孩能拒绝华为P50 Package V屏 尽管你可能买了个短宝宝 我之前有一台iPhone 8 用了很多年都没有换 这令身边很多科技圈朋友感到不解 他们不知道的是 作为一个小手星人 我喜欢用小屏手机 而这些年迟迟未换手机的原因 是实在没有一款新的小屏手机 让我感觉在颜值 手感和性能的综合考量下超过iPhone 8 直到这款华为P50 Package出现在我的面前 这个小手势和一样的翻盖折叠屏手机 一下子就击中了我 它只有我的手掌心那么大 外观精致 展开之后却能够获得大屏手机的体验 这款手机是华为最新推出的旗舰产品 此前类似的产品 是三星的Galaxy C-Fullix 3翻盖折叠屏手机 但三星手机今年在国内声量和服务力度不如此前 与之价格 配置相当的华为P50 Package 已说成了很好的选择 实际上 作为一个女性用户 我更愿意将P50 Pocket与iPhone 13 Pro这款看起来 并为完全不同的手机做比较 很显然 当我上手这款小巧玲珑的手机时 觉得一个月前入手的iPhone 13 Pro 简直像一个铁憨憨 瞬间有一点不相了 iPhone 13 Pro是我前段时间 告别iPhone 8后做的妥协选择 尽管喜欢小屏手机 但由于想看大屏 用高刷 我还是选择放弃尺寸追求 iPhone 13 Pro的各方面都很优秀 唯独厚重的体型 让我时不时感觉到不太适应 当我拿到这款P50 Pocket 感觉好像有一扇新大门被打开了 首先 它的外观比较讨喜 你知道 很多女生都有这样的嗜好 买香水可能就是为了收藏好看的瓶子 会对一个可爱的粉柄或眼影盒子爱不释手 而这款P50 Pocket的外观和手感 就直接给我一个手势盒或小百件的感觉 这可能就如很多人说的 物件有了附加价值 就变得不一样了 看着时尚 握在手里贴合手掌 重量和iPhone 8差不多 两屏合起来比iPhone 13 Pro Max还轻过 让人忍不住反复把玩 值得一提的是 在外屏上有一个圆形的小屏幕 能害时间 能照镜子 让这个手势盒增加了几分科技感和实用性 比如出门前 它可以进行紫外线和防晒度的测量 可以说精准狙击精致猪猪女孩的需求 此外 我觉得P50 Pocket是一款不需要带保护壳的手机 基于微雕工艺背板十分精致 手感过于舒适 让人不忍心给它装上壳 相比我试用过的其他折叠屏手机 P50 Pocket的折叠体验是很顺滑的 就像我们当年用过的最流行的翻盖手机 随意开合 当然不同于翻盖手机这一古董 这款手机翻的是屏幕 这背后是当下智能手机全各大玩家 争相攀登的一大技术高峰 并不是一点折痕也没有 甚至迎着光一眼可见 中间会有一条隐隐凹陷的痕迹 不过 屏幕显示是与非折叠屏手机一样稳定的 华为的色彩调校在整个安卓机中属一属二 同时120Hz的高刷 也让我不会太注意到这个痕迹 虽然不保证用久了以后会不会介意它 但在使用的这段时间里 我是不会在意它的 其实 现在消费者更换手机的频类越来越高 如果介意的时候 可能也是到了换新手机的时候了 当手机合起来的时候 两个屏幕非常贴合 这对于一个强迫症患者来说 实在太满意了 对此 李承东在这款手机发布时还特别说到 折叠无缝技术 华为是申请专利的 只要是折上无缝隙 就一定使用了这个专利 并且这个新一代水滴脚链的耐久度也进一步提升 一翻开描解锁 这个体验对我来说是十分友好的 P50Pocket取多种解锁方式 既有密码 人脸识别 同时在右侧的开关键上有指纹识别 在疫情戴口罩的情况下 我用指纹解锁的频率最高 从这一点上来看 我的iPhone 13 Pro只能人脸解锁 因此在戴口罩的情况下 往往需要不厌其烦的输入密码 当然 费和Apple Watch是可以戴口罩解锁的 但对我来说这有点麻烦 拿P50Pocket看看电影是比较爽的 因为展开后屏幕较长 它的比例很接近电影格式设定下的播放比例 我找了一下官方数据 屏幕显示比例为21比9 展开后屏幕尺寸为6.9英寸 实际上 这款口袋手机的观影效果 已经接近一款平板电脑 可以带来沉寂式迎面体验 没有黑边 P50Pocket的屏幕 延续了华为优秀的色彩调校 屏幕刷新率为120Hz 支持10.7亿色显示 有一神奇的发现是 P50Pocket屏幕的反光情况好很多 和我的iPhone 13 Pro相比 几乎是鲜明对比 据悉华为P50Pocket采用了 防反光纳米光学镀膜 屏幕反射率可以降低56% P50Pocket体格很小 但它还是在保证外观精致的条件下 搭载了4000万像素主摄 13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 以及3200万像素人像镜头 据于成东在发布会上回顾 从华为P10到P30 华为一直注重手机影像能力的提升 尤其是超高倍光学变焦 计算摄影等技术领域 因此 华为的拍照能力可以说 让每一个爱美女士放心 事实证明也是如此 暗光场景 超广角拍摄方面我试了一下 画面机变进行更好的矫正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大家对于美颜拍照的需要 再进入一个反扑归真的阶段 要美 但也要自然 不想看美颜太过的拍照 最后试了是玩游戏 当我拿它打英雄联盟手游的时候 发现依然还是比较流畅的 好像并没有因为手机体积变小而性能打折 不过当我朋友拿来测试时 在网络没问题的情况下 它却感到有些延迟 这说明折叠屏屏幕 在触控响应速度方面还有待提升 在过去 很多手机在遇到低温的时候 会遇到掉电甚至关机的情况 正逢北京降温至零下十几度 我便带着它出去逛街 还好 在低温恶劣情况下单上大半天 它都能够顺畅使用 即便我的手都已经冻僵的时候 它还依旧坚挺 这让我怀疑是不是因为它在给自己发热 因为当我在逛了一会服装店后 在兜里摸到手机时 突然感到一股温暖从指尖直击我的后背 就像摸到了一个暖宝宝 这里出现了一个小乌龙 那就是当我掏出手机 准备用它付款的时候 发现它进入了一个自我保护状态 除了打电话 它短信就用不了了 后来我想起来 这款手机没有用华为自己的麒麟9000处理器 而是高通小龙888这款火龙 同时 因为本身轻薄 它在散热设计上也做得相对折衷 可以想象 在我很多后台都没有关的情况下 把它在一个室内二十多度的羽绒兜里 这个手机就逐渐到了这个温度 最后来说说电量 在外面闹了一天 我发现电量已经见底 中途 我在坐车 吃饭 休息的时候使用了手机的 其中还穿插用它拍照 可以说 在中部使用情况下 电量勉强够一天 可见搭配充电宝出门最佳 最后来给这款手机下一个简单的结论吧 经过一周的使用我的感受是 第一眼惊艳 中途小失落 最终还是限于颜值和质感 总的来说 这款手机绝对是精准打击了对颜值 轻巧 性能 个性化 同时有要求的女性用户 尽管它在各方面性能上 肯定不如华为MAT系列 但作为一款折叠屏手机新物种 依然获得了很多人的青睐 可见 折叠屏手机不仅需要拼技术 落地找准定位 也是赢得市场的一大关键 最终的一大关键 对方的一大关键 有什么键